这个解析度部分的话大概就是720 所以如果应该 如果一般性 如果你要看影片应该也够了 然后声音应该也算录的算清楚 如果说有声音或影像不清楚的状况 你当然也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请在下方留言 如果有什么状态的话 让我知道一下 因为我说真的 我已经尽力了 把那个就是这个录制的品质尽量好一点 上课的状态好一点 可是实际上说像这种东西 比较程式性的东西 要能够很连贯的 然后很直觉的把它一气呵成做完 然后另外又要兼顾到那个上课录影 其实是真的非常有挑战性的 OK 所以有的时候 你们会上一些其他老师的课程 如果他在写程式 然后你要去问他 他有点 不想回答你的时候 你要体谅一下 因为真的不太容易 一边要思考 一边又要做很多事情 真的会力不从心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部分 特别是台英外汇 那我们主要就是把这个 这个 这一栏放一起 这一栏放一起 不过这一栏会有个问题 他这个跟这个是同一栏 也就是他这个看起来是横向一起一起 但这边会比他多一倍 因为这边是一栏 那这边是两栏的总数 所以如果说我要输出的话 怎么输出 所以刚刚我们写完了 我们有一个data name 这个data name 我们就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那个匹别 OK 所以我这边data name 我里面就把那个匹别的部分 把它放到这个匹别 全部都塞到那个什么 放到这个data name 然后这个的话 买进卖出这两个 这两个 OK 所以基本上这边是两栏的资料 塞到哪里呢 塞到这个data1里面 那后面这现金的话 因为宽度不足 假设现金 现金就放在data2里面 可是这边会有一对二的问题 总共会有五栏 OK 那我们输出的话 会有个问题 我先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都把它print 放进来之后 那一样 因为我将来输出的话 我没有去抓上面东西 所以我上面的栏位名称 那我就预先先把它打在这边print 那再来的话 我多一个n 这个n的话呢 就是我哪一个 从零开始到最后一个 一个一个帮我抓出来 不过呢 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呢 我的那个顺序 他假设说我formate 这个地方 一样我先输出什么 输出那个 假设我今天 假设先输出三栏 因为如果你是要输出五栏 一定会遇到问题 那这边的话 怎么刚好输出五个栏位 我们先输出三个栏位 先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大部分同学会有 比较有问题在这里 我如果直接输出 那特别注意这边的话 是从n 从0到这个data name的最后一个 ok 然后所以我就一个美元 然后一个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如果我用同样的那个顺序 去抓什么 抓这个现金 你会发现这个1 这个变2 那这个美金1嘛 港币变2 所以这个塞给他 这个塞给他 有没有 这个再塞给他 所以最后变成只有输出一半 那怎么办 所以我这边先输出 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 他当然这边也可以输出啦 不过我只有输出三栏 你会发现美金 他这边变成说 美金的那个什么 后面的话是现金的买入第一个 然后变成这个基奇的 然后再来你会发现港币 这个又是美金的 所以底下几乎就没有被输出了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办 变成说 那个data name 跟那个data1跟2 其实是相差一倍的 这个变成说 这么多个 这边这两栏 那怎么办 我后来想一个方法 干脆我输出的时候 我封面是五个栏位 三个四个五个 那我呢如果输出的话 我第一个还是输出data name the n test strip OK这个应该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我就输出什么 这个现金的第一 这个地方的话我就输出什么 输出这个 如果我要输出的是 这一个的话 那我用一个方法 因为他基本上这两个 那如果说我要希望怎么样 先输入这边变0开始 0 1 2 3 有没有 4 5 你会发现他的规则是怎么样 他0 2 4 6 8 10 所以这个变成说偶数部分 这个变成1 3 5 7 9 基础部分 所以我就想一个方法 就是干脆怎么样 在data 1后面 把它乘以多少 乘以2就好了 OK那乘以2的话 他如果是n等于0的话 刚好也是从0开始 那如果当n等于1的时候 他刚好也是2 变n等于2的时候变4 所以刚刚好符合我们刚刚的规则 那再来的话 如果我要取得后面卖出的的话 我这边后面就再加一个 就是怎么样 再把这个的值怎么样 再把这个值后面再加1就好了 有没有 加1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0嘛 加1变1嘛 然后2加1变3 刚好就后面那个值 这个是我理出的一个规则 OK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不过看看你们有没有更 更简单的这种写法 OK 因为我想来想去 还没有更简单的 想想看嘛 或者用球鱼术或者是 等等的 好那同样的方法 后面我就一样了 先把data 2乘以 n乘以2 然后呢 后面这个值 这个 这个应该是放里面才对 加1 n乘以2 加1 然后再来的话 后面再一个 总共5个栏位嘛 所以呢 后面的话是集齐的 那集齐的话也是一样 把这个data 2里面 把它先乘以2之后呢 再把它加1 就是也是024680 然后加了1之后变成13579 它位置刚刚好match OK那刚好就是 5个栏位 分别呢 用一个format帮我输出 把这5个栏位的资料输出 我们试一下 OK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时候 上面好像有多这两个 这两个的话我把它这个print 把它 刚刚这边把它 这个拿掉 这个 这个 OK 把它delete掉 然后 这个也可以拿掉 好 这样子就是取得 它的名称 取得data就是现金 这个是集齐 然后分别的话再把它print出去 那就完成了我们要的结果 那最后的话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再输出一个什么 输出一个就是csv档的话 应该还记得吧 那两行就OK了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结果没有 丢到一个那个档案里面 你可以open一个档案名称 data w 输出的时候呢 不过你write的他没有一个write的方法 挖壶里面就要给它一个字串 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printer 所以可能你要把这个printer 改成用串接字串 全部串在一起 再丢到一个档案输出 那请各位试一下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可能 这是我自己想的 所以我的逻辑 怕说有些同学这个逻辑 那为了让同学比较清楚 我有在那个云端上面 放了一个示意图 我不知道这位同学 同学是不是能够理解我的意思 0 01 1 23 OK 0123 大家看一下 总共total当然就是0到18 19种币值 好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就是先抓现金 抓 先抓币别 再抓现金买入卖出 一对二的关系 再抓到一对 再抓到一对 嗯